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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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歡迎去看鋼勇當家 那錢就直接拿去 偶像這個樣子 哇 我們的道具越做越進步耶 這是錢 這是錢 對 這是等值於現金 呃 今天要考驗大家眼力 眼力如果夠好的話 真的可以得到獎金 哇 好棒喔 可惜不能參加 沒關係啊 你只能凌略我們 我是老闆娘耶 Come on 好 今天呢 我們要考驗一下我們的來賓眼力 我們用的方法就是 呃 等一下看電視的人會看到 連字後面會出現 同時的有兩樣東西 然後這兩樣東西 或者是兩樣動物 或者是兩個人呢 到底哪一個是真正的答案 我們的今天的來賓 就可以選擇要把他們的 這個本金呢 壓在某一個項目上 然後就可以來跟我們 對對看 到底誰的路 透過我們這個二選一呢 也可以認識一些 蠻特別的東西 對對對 可以教大家一些 辨認東西的方法 好 我們第一位參加 今天遊戲的是 琳達小姐 歡迎 美人進化論 現在進化到美人了 來琳達把書拿過來吧 在這邊 好 琳達小姐今天獻上的書 美人進化論 所以琳達今天輸定了 為什麼 為什麼 出書啊 唉呀 唉唷 好 那就大概 那既然妳要 既然妳要輸了 那我再拍拍妳的背好了 又輸又背啊 妳要贏錢 她說不定 虧贏錢啦 因為我們今天有另外一個仙姑 也出書然後 對齁 等一下再叫她 好 另外一位來賓是迪志傑 哈囉 迪志傑 歡迎 迪志傑常常在悶多 全民大悶多扮女生 扮映期 其實我扮的女生 角色比較多 所以妳喜歡這個感覺嗎 其實我為了這個問題 有困擾好一陣子 因為那時候 印象最深的時候是 開始扮預可心的時候 妳不用刻意把聲音壓低 沒有關係 對… 是可能有點感冒不好意思 要扮預可心的時候 然後很多人就說 哇 好漂亮 然後也有一些 家… 就是我的家族的人數就暴增這樣 然後… 我就開始很訝異就是 如果我扮預可心很漂亮 這件事情 以我自己來講 我值不值得高興 那妳到底高不高興呢 因為… 因為其實我是很內向的一個人 所以我… 可是通常內向的人 在表演的時候 都會有滿大的突破的啊 對啊… 就是因為這樣 因為妳平常很內向 然後妳表演的時候 就會把這些慾望跟野獸 一樣的絲發出來 其實我從妳的髮型 可以看得出來 妳內心有多狂 妳今天是不是急車來 並且沒有戴安全帽 這麼明顯啊 對啊… 好 下一位來賓是仙姑 大家好 大家好 就是人家 最近人家都叫我仙姑的錦雯 錦雯妳今天如果贏不了錢的話 妳的聚寶盆可能就要面臨考驗了 其實因為只知道到過年 都一定要休息 所以今天贏不了 肯定是我在休息的狀態 沒有發功就對了 妳現在講話已經開始有 佛家的樣子 是怎樣 而且我要謝謝大家 因為我的書快要四刷了 誰問這個啦 沒有 我一定要謝謝大家 因為快要四刷了 第一刷是十本是不是 沒有 第一刷是開玩笑的 大家都知道 妳要小心喔 其實我也是 造口業 我跟妳講我也是有變漂亮 我是靠那個生活開運來變漂亮 怎麼說 就有那麼好笑嗎 接下來我們歡迎Junior 大家好 我是Junior 大家好 哈囉 Junior中過了頭嗎 有 有中過 有中過好像四千多塊 四千多很多耶 也還好啦 根據我們的經驗 好像男生比較會被人家刺激到 就是 叫一直天驚 其實我都是賭 我都是前面小心小心 然後錢剩越少 所以就開始想要怎麼辦法 今天只有五題 所以沒有什麼前面好想說 就自己想辦法 祝妳今天有好走運喔 好 謝謝 謝謝 最後一位家學淵遠 我們歡迎小禎 歡迎 你好 小禎 妳今天最好表現好一點 不要辜負妳 爸爸 我不會辜負她 今天我們邀請到 眾明星來參加 明星見賞大考驗 由莊家蔡康永來負責出題 檔鋪老闆娘阿雅掌控 每個人的籌碼 比賽一開始 每個人都有兩千元的籌碼 來進行下注競爭 如果答對莊家出了題目 就能獲得相同 下注金額的押寶金 而答錯的人 就要沒收下注的押寶金 如果押寶金用光了 便宣告破產 這時可以典當自身的物品 或者選擇懲罰 來換取籌碼 一直到最後 擁有最高押寶金金額的人 就是今天的贏家 可以把相同押寶金金額的獎金 帶回家喔 那第一個題目呢 我們現在把蓮子拉起來 請大家一起來看一下 什麼題目囉 來 我們來看一下 猜猜哪一隻狗 是選美比賽的冠軍狗 好漂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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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 我們是要猜猜狗 是選美冠軍狗 所以不要把人算進去 人是雞納跟窮文 好那這一題是跟狗有關 所以如果你自認為 對狗很了解的話 請你們就勇敢的下注 我們現在先決定你 下注的金額吧 請下注 Linda下多少 覺得我們是我們的 馬爾濟斯呢 還是我們的貴賓狗 好Linda下六百 這個是正常的 中庸之道 你自己的下多少 因為我對狗完全不了解 所以我只能下一千 一千 完全是賭運氣喔 同時問路 靠運氣 靠運氣 錦雯 我下兩千 什麼 真的很假的 今年是狗年嘛對不對 對 就下啦 你這麼有把握 好可怕 對狗了解 你會贏 對 Junior下多少 你不會輸給仙姑吧 仙姑都全下啦 七百 七百 什麼啦 你乾脆七百三十三 我對狗也不了解 你常常扮女生的迪士捷 都下一千耶 不是 我對狗也不了解 但是我對錢還有一點乾 說得好 說得好 七百有點難 就輸掉也是很心痛啊 對不對 好 小真 小真 我跟妳講真的是 賭博這個事情就是要趕下 沒錯 八百 八百 沒事的忙嘛 沒好到哪裡去 這題是要猜什麼東西 冠軍狗 哪一隻是比賽中的冠軍狗 好來 等一下 那個到底是不是 面紙盒裝電池 它真的是狗 妳說妳有感應嘛對不對 然後 其實 妳也知道我們節目很奸詐啊 所以 我不知道妳直覺的感應 會不會是對的 來來來來 如果那麼好判斷出來的話 我們也不要在江湖上面混 下吼離手 下吼離手 請寫下妳們的答案吧 怎麼 那我們要怎麼選 藍跟狗 妳們就這一隻狗種 妳要不要講一下 好一隻是 在我右手邊的是貴賓狗 就是綁著黑色橘橘的 OK 那另外一隻紅色橘橘的呢 是馬爾濟絲 好 貴賓或馬爾濟絲 我們看看金額比較小的吧 琳達 這個趕快來看看 馬爾濟絲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製作單會特別把 另外一隻打扮得比較花枝招展 對 馬爾濟絲 為什麼呢 選得好 又懷疑我們節目 那個只是划中取窮而已 而且選美怎麼會把那個 那邊的毛都剃那麼乾淨 哪邊 後面那邊啊 剃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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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百的 馬爾濟絲 為什麼 因為我去看過那個選美大賽啊 然後 你不要看他這樣子 瘋瘋瘋瘋瘋瘋瘋 剛才其實 你們都不注意的時候 他這樣瘋瘋瘋瘋 然後他把他拉起來的時候 他就這樣 定住 所以他忽然擺了一個pose 就是了對不對 因為選美的狗狗就是要這樣 好有內涵啊 就變面子合 現在只有兩個人的答案 現在三個人是一樣的 來 一千塊的來 看看 馬爾 你不是選錯了吧 他是巫師是不是 他是巫師 不是嗎 因為我對狗真的不太了解 我選他單純因為 我覺得他跟我一樣 就是那種 外表是非常害羞 但其實內心很澎湃那一種 一千塊 馬爾濟絲 好 來看看警官 先咕 先咕 哈哈哈哈 不會 只有我寫貴賓 你一個人啊 豬了啦 真的 不一定喔 所以現在一跟四的差異喔 如果景文對的話 你們四家就要賠錢喔 景文你是不可能改答案的是不是 不可能 你不會看到其他四個人都寫 你會有點動搖 好啦 反正你 你今天就是下定的決心 你要賭貴賓狗就是了 對 我就賭他 其他的有沒有人要改 沒有 我們要揭曉囉 好 我們請狗專家 進來為我們解答吧 他選達人柯一稱 他可是台灣續犬協會 全犬總審查員 任何關於狗的專業問題 問他就對了 狗的運載 通常看的是哪一些的重點 他的毛質 毛量體 所以走路的那個樣子很重要 對 這兩隻都是你的狗嗎 對 都是你的狗 對 好 那我們要準備好揭曉了 請問柯老師 貴賓或馬爾濟斯 哪一隻是比賽的冠軍狗 貴賓狗 貴賓狗 不要以為毛多就能獲勝 這隻屁股光溜溜的貴賓犬 嘻傻 可是在日本聯姻四次比賽的 超級冠軍犬呢 YES YES 你的書要第五刷了 要第五刷了 要第五刷了 我們的錦雯小姐 恭喜 那我要來收錢了 你真的不敢銷是不是 對不起 我不用擁抱相信 四千塊 好多錢喔 要麻煩柯老師給我們解釋一下 好 好輕巧喔 很優雅 可是我們看不到馬爾濟斯的腳 有 請問柯老師 他參加過哪些比賽 他參加過在日本 因為他去年八月才回來的 他一直都是在日本 他去留學嗎 不是 他是從日本 難怪他感覺很像日本人 剛剛Junior來賓說 那個他毛被剃得非常的裸露 這件事情在比賽裡面是怎麼判斷 因為我們在比賽的時候 我們貴賓狗有分兩個層次 就是小狗的時候他有Puppy 就是這邊毛沒有剃 但是到大狗我們在十二個月以上 一定要替這種樣子 或是還有另外 這是一個比賽的一個規定 哇 很棒 好 謝謝老師喔 謝謝哥哥 謝謝長 謝謝長 讓我們蓮姿先起來看看下一題喔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誰是運動高手 好 他們兩位雖然 他們兩位雖然是活人 可是呢 他們不能夠開口回答你們的問題 好 我們供應的檢查的線索 就是觀察他們的手跟腿 那當中有一位是 跆拳道的高手 那是得過比賽的冠軍人 另外一位呢只是 所以先請那個小丁 小丁來 好 我們看一下小丁 小丁很結實耶 小丁我們到他們面前來 然後把兩隻手伸出來 可以嗎 可以捏手沒有關係 有有結實耶 跆拳道是不是 喂 只有仙姑可以捏腿 那個Judian Judian等一下不要捏腿比較好 屁股捏一下看屁股 麻煩你放鬆好不好 我放鬆 好 她腿也很結實 Judian你在觀察什麼 手相啊 不是啊 手相 手有沒有什麼粗糙的地方 小丁 好 OK OK 你們不要為了樂趣 是為了 為了線索好嗎 謝謝你 謝謝你 好 那我們要換阿肥過來囉 來阿肥來 阿肥好白皙喔 來阿肥請把手伸到他們前面去 讓他們看一下手 這個不行 真的太軟了 你們真的好像人肉市場的人喔 真的 欸是跆拳道的高手 對 而且是 曾經經過比賽的 喂 進彎 這會不會 奇怪 你的腿也是很厲害 很有力喔 當中有一位是 選手級的 跆拳道高手 一位是一般人 用力 好 跆拳道 OK 好 謝謝 阿肥請回原位 跆拳道 來琳達下注多少 剩下的一千四都下 真的有把握嗎 琳達也很懂運動 不錯不錯 笛字節 我也只剩一千塊了 一千 好全下了 仙姑呢 我現在一千五 為什麼不全下呢 仙姑剛剛不是露出很了的表情嗎 今天都很保險啊 沒有沒有 這個我不確定 因為兩個都太像 你這樣開始卷場的話 你今天到了結尾的時候 沒有辦法變成冠軍 你就一切都付諸流血 那這沒有去保險 那就全下啊 真的還假的啦 不要下兩千 也沒有必有人 對阿 下兩千就好了 兩千很好 一千三 很好很好 還是八百啊 還是八百 妳現在應該要幹嘛 從一而終了 那請寫下來 你們覺得是阿肥 還是是小丁 請作答 福音珍妳壓得最少 來我看看 答案本 小丁 小丁 好 接下來 因為我覺得她的是 她的四肢都很運動員啦 OK 好 狄志傑 一千塊的狄志傑 來 亮牌 小丁 因為她的 一千三的Junior 小丁 小丁 好 因為我覺得她膝蓋很黑 那一定有常打架或疊之類的 喔 有被磨是不是 的確觀察入文 好嗎 好 一千四的Linda 立向思考 妳怎麼跟人家不一樣 為什麼咧 因為跆拳道是個室內的運動 所以不會曬到很多太陽 有沒有 所以她很比較白 I know 可是陳世欣也蠻黑的啊 她可能是深的黑吧 而且我之前有同學 我在加拿讀她也是跆拳道的 亞運 反正也是冠軍就對了 然後她的就是小腿的地方 特別的突出 那妳要怎麼解釋小丁的膝蓋呢 小丁的膝蓋可能就是沒有去腳踪 所以又買點那本書是不是 對 好 仙姑是兩千嗎 對 好 來 看看答案 為什麼 因為她的面相看 就因為妳R什麼啊 妳在怎麼一定的嗎 妳剛剛氣勢很弱耶 好 妳說為什麼阿菲 從她的面相看來應該是 跆拳道蠻厲害 因為我發現到打跆拳道的人 臉型都比較稍微方一點 柔一點對不對 還是方一點 方一點 她臉型方 她臉型方 然後她的腿 合不起來 那是跳芭蕾嗎 沒有沒有 我覺得小丁應該是去那個衝浪 那不是跆拳道 好 所以妳決定是阿菲 我可以改嗎 如果妳要改的話 妳就要把剩下金額全部都壓上桌了 妳要數這麼大嗎 全賭了 說了 說了啦 沒什麼嘛 反正可以借錢 妳差那一點錢而已啊 那說哈了都可以改嗎 妳不能藏一百塊在後面 可以借錢啊 說哈了 說了說了 要改就全收了 所以Junior 請問妳幹嘛已經在睡覺了 妳沒有錢可以加了 可是我也算說哈了啊 好 那妳現在要跟我們 那個當鋪領錢加上去嗎 可以可以可以啦 借了啦 不要 我就賭她 反正一定要借嘛 就算輸了等一下還是要借啊 我感覺就賭這一把 妳氣勢已經不行了 不會 我決定是她 不是她的話 我去給妳買書送她 讓她去角質 那妳哪一位踩跆拳道高手呢 廣告後馬上告訴妳 我們接下來就要請 是跆拳高手的那一位 往前跨一步 好緊張喔 我組一二三 就要往前跨一步囉 好 1 2 3 請往前跨一步 是誰 原來甜美可愛的阿肥 是我們的跆拳道冠軍 不要看她各自嬌小瘦弱 其實她可是銀亮級 黑帶三段的高手 海誠在美國及比利時 得過冠軍喔 來 請把手 請把鞋小丁人兩位錢收走 來 金娜我們要賠錢給另外一位 1千4 1千4 妳要盪東西啦 好 所以就是 我們不是開玩笑 就是真的是開圈的大高手 我要參加幾個校團能集到這些人 請問妳參加過最大的比賽是什麼 美國公開賽 世界盃 這個是奧運嗎 這個是美國公開賽 請問妳的名次大概是 我公開賽都有金牌 可是因為體貼賽都表現得比較不好 緊張是不是 比較容易緊張 妳目前依然是選手對不對 現在比較屬於在 就是因為我在工作 所以比較有多教學或者是 只是 好 妳做的工作已經跟跆拳道無關了嗎 有 我的工作也跟跆拳道有點關係 然後請問黑跟白這件事情呢 就是開圈選手是可以很白的是不是 因為 對 就像剛剛力打 都室內的 然後我天生又很白 爸爸媽媽都很白 我又曬不太黑 好 來木板進來 這免費送的 我不會 你頭收進去 加油 阿肥加油喔 好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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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肥影姐很厲害 她要在空中停留耶 我除了看過喬丹這樣子 妳飛腳會不會痛 妳飛腳會不會痛 不會 習慣了 妳腳不會痛嗎 不會啊 我出三千 妳把這個踢破 那什麼東西啊 妳剛剛有錢就出來翻 很厲害 問妳迪士捷 妳要在節目上 這麼多人看的節目 然後撅著屁股 讓一個女生飛踢妳的屁股 而且妳屁股沒有肉耶 笛笛姐來 屁股絕起來 笛笛姐妳屁股要爆掉了 好 要運氣在屁股上喔 笛笛姐妳屁股沒肉耶 根本就沒有屁股啊 對啊 有 好大啊妳沒看到嗎 好可憐喔 好可憐 妳不要在她放屁油 這樣就不會痛 喔 喔 妳倆三千 可以去進 什麼東西啊 Junior 快點 Junior 我下次一定選妳 我輸得心服口服 這位小女 Junior怎麼樣 Junior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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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ior不要醉好不好 妳後面那塊是什麼 妳很低級欸妳 好 Firi 來 外套高一點 皮不用力喔 打針一下就好了 Про到底 好大聲喔 我聽她屁股就要上下彈了一下 我讓我肛門縮進去兩吋 泡門 Heidi 謝謝 謝謝愛我 妳現在有男朋友嗎 沒有 真的 條件那麼好沒有男朋友 妳那麼漂亮 好可愛 好 這兩個妳比較喜歡哪一型的 蛤 純粹就外型來講 妳會不會因為剛才他們讓妳起屁股 然後妳就有點瞧不起他們 不會啊 只能選擇一個 妳選誰 蛤 只能選擇一個 妳會選誰 哪一個比較像妳喜歡那型 兩個 很難選 妳選了我再加給她五百塊錢 哪一個 這樣子不公平 沒關係 妳就講妳喜歡哪一個 我選誰 然後加錢給另外一個 OK 好啊 這樣好不好 好 妳告訴我妳喜歡哪一個 我可能會 好難喔 沒關係妳講 因為另外一個有錢 沒關係 妳會比較像Junior 來 五百塊錢給妳 是什麼 什麼 妳被喜歡妳應該高興啊 妳被選手喜歡 那我們在私底下聯絡 謝謝這樣 妳幹嘛臉紅啊 妳不是好紅啊 不然太兇了 妳那應該分一點重介費給我吧 OK啦 OK啦 但是妳們兩個收穫還不錯 現在又有本了 而且她還分一百好好喔 她吃紅一百 真的喔 好 那我們要繼續下一題囉 我們來揭曉一下題目囉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哪一道是最昂貴的高級食材 來 一邊是北海道安康瑜 一邊是雙醬和牛肉 所以請先決定下注的金額吧 我們要猜的是哪一個比較貴 哪一個比較貴 對 對 請問金額多少 一千五 壓一千五 一千五 全部壓 提示節 妳真的是 不怕死欸妳 大過年了 OK 來 請問 兩千塊好了 妳現在在步步為隱耶 對啊 六千給隨便壓 對 好不容易 可是妳這樣沒有辦法 最後就沒有辦法累積到很高 妳不要再逼我了 妳這樣最後沒有辦法累積到很高 三千 哇 挺棒喔 妳手上剩那些要幹什麼呢 對啊 何必呢 純老本 老本大概一點點 真的 現在那個是 再來 再來一千 不行 再來一千 不能這樣 因為這個東西太冒險 三千 九點 一千一 外加杯水一瓶 男生真的很 很愛亂來 一千 一千 你現在還有多少 你剛贏了嗎 他現在在猜杜曉悅 一千塊 好 那那個 麻煩把安康瑜拿到大家面前來給他看一下 我們要猜的是 150公克的價錢 兩邊都是以150公克為單位 猜哪一個比較貴 當然兩個都是高級食材啦 是不易取得的 猜對的人呢 除了能夠獲得賠償之外 還能夠吃我們現場用火鍋 把食材放下去做出來的 哇 菜 這一定有贏的 好 安康瑜看完了 那瓊恩再幫我把牛肉拿過來 雙醬和牛肉 好 我們把火鍋現在推進來吧 你打 已經開始做打了 一字節 請問 Junior 牛肉 打真 到底要猜康瑜還是要猜牛肉呢 好難喔 好難喔 好來 請揭小答案 等一下 看一下 好來看看大家都選了什麼呢 亮出你的答案 這樣子喔 等一下 等一下 Linda剛才已經寫好答案 然後看到我之後 你是把我當指路名燈對不對 不是 我覺得說 就是寫它的相反 為什麼永遠都是男生跟女生的答案不一樣呢 對啊 感覺不一樣 怎麼樣今天是男女大戰喔 我給你們一個機會 我去把那個牛肉的價錢揭曉出來 然後你們要改答案的可以改 牛肉 150公克的價錢是台幣3600元 要改答案的現在可以改啦 你們覺得是安康瑜比較貴 還是牛肉比較貴 康永哥你這招真的 真的很 這招還是沒有什麼提示啊 反而會更困惑 沒錯 要知道日本的食材 如果貴起來是很嚇人的 對啊 Linda要不要改啊 怎麼大家表情都那麼苦啊 Linda不改 第幾節 我是直錄明燈我怎麼可以改呢 好 好 請問 我不改 因為那個牛肉真的看起來那個 雪花啊 那個油啊 安康瑜 好 反正你覺得你的好運會一直持續下去就是 希望是 OK Junior 沒有 他拳到選手走了嘛 等一下踢屁股還可不可以再 再加 他拳 他可以當東西 換柳艾啊捏屁股 Junior選 小箭要不要改 不改 所以 和牛肉是 3600元 150公克 要不要改 不改 阿雅要過去為我們揭曉答案喔 因為剛剛余欣味還蠻重的我覺得 各位觀眾 這些15克就要3600塊的牛肉 來頭可不小喔 他們都是日本的黑和牛 不僅吃得好 住得好 還要幫他們按摩 生活簡直比人過得還好啊 答案是 雙腳和牛肉 有些像我們吃這麼徹底的 你們男生也太了不起了吧 兩位男士請過來觀賞女士們吃東西了 這麼殘忍啊 太殘忍了 這樣怎麼好意思啊 只有我一個人吃牛肉耶 來為我們嘗一口這個 來自澳洲的雙醬和牛肉 吃玉米的牛肉 他跟綠巨人是好朋友 第一童學覺得 第一童學覺得這個香味還可以嗎 OK OK 你幹嘛猛喝水啊 怎麼樣怎麼樣 喔嫩喔 感覺是不是有入口即化 很甜對不對 兄弟 兄弟要去哪裡 你這樣很想打你耶 我心有撕裂的感覺 好落魄的兩個男生喔 剛剛有沒有叫你們改 小生講一下那個口感好不好 超貴的耶 一百五十公克要三千六 原來他不只吃玉米 他還長跑步 很有嚼勁喔 好 而且剛剛Judian不是說要改了嗎 他差一點就要改了 我覺得這鍋子很像吃魚的 那不像吃牛肉的鍋 是一罐鍋子啊 誰叫你猜鍋子啊 怎麼那麼好吃 好好吃喔 好 吃完這一塊 我們就要進行典當的行為囉 好 湯也好好喝喔 這真的很好吃喔 喔耶 喔耶 狄智傑和Junior 你們不但只能對著和牛肉吞口水 接下來還有更殘酷的懲罰 你們受得了嗎 當鋪開張了 兩位男生請出列 夠夠夠 夠夠 怎麼辦 狄智傑身上看不出什麼東西來耶 我知道 我已經觀察他很久了 他的外套你願意收嗎 外套我拿幹嘛啊 穿也太大了 好 柳漢雅老闆 這支筆呢是 專門用來在臉上寫字 可以洗得掉所以完全沒有問題 但他看起來像一個洗不掉的籤字筆 可是可以洗掉的 誰先來 畫人丹虎喔 畫人丹虎喔 一筆 我需要配合我的髮型可以嗎 對啊 我現在就配合你的髮型嗎 對 有波浪啦 有 兩筆 等一下喔 我們還沒有斷掉喔 你不能斷喔 斷了就算了 還滿有型的 不錯不錯 還要給人家一千塊了 來 拿去拿去 兩個五百好不好 兩個五百告訴你 慢慢一天啊 不要一下子就全縮了 這真是辛苦錢 我九千啊 我要畫一筆 我加一百給他 你怎麼可以用錢砸人 這心態不對 你要畫他臉啊 對啊 你四百要不要讓景文畫 加一筆 用我想一下 四百直接這樣啊 好OK 好來 那景文請出來 帶著你四百元 對 你好狠啊你 你信不信忍啊你 四百塊你要畫 好了啦 你四百要畫出去 你把他畫成熊貓啊你 來四百 來 我們徵求另外一邊的四百 有嗎 沒有 好出心喔你 好 謝謝 好 謝謝 恭喜恭喜 欸 本來只有胡子還蠻好看的耶 對啊 這邊景文搞得好笑喔 對啊 可是你有四百可以賺啊 我還你兩百讓我插掉好不好 這筆真的可以卸掉嗎 真的可以 你在畫什麼套 這是第一筆啊 這是要拉皮的那個你知道嗎 拉皮還是要先畫這個 變臉 欸還蠻適合你的耶 不錯啊 好 第二筆 直接過去啊 季王妃的那個妝子喔 現在又多了 你怎麼造型 我覺得 滿有型的耶 好像網球場喔 剛好分一半 請向大家一千五百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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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玩喔 今天男生對也太慘了吧 好 我們要揭曉下一題囉 好 來看一下男生可不可以 我們要來猜一下 超級復古兒時的回憶玩具 哪一個比較貴呢 這題真的很好猜 送分題 真的 真的 這是送分題 而且玩具應該是你們年輕偶像 處理範圍的事情 所以不能再跟我說不懂 對不起 總共五題 這是第幾題 這是第四題 我們要只剩下一題 OKOK 好 哪一個比較貴 哪一個比較貴 對 四千三 天啊 他快要變成首富了耶 四千三 迪志傑呢 全部 你真的很大膽耶 你迪志傑 皮肉錢啊 一千 就是一千塊 一千五 你今天錢也沒了 尊嚴也沒了 一千五 還是剩尊嚴 你臉上沒有剩什麼面積了耶 五千 哇 哇 你真的沒有把握嗎 小姐一起修後吧 OK啦 Junior 要多少 最後一題了嘛 沒有沒有 你四題還有一題 一千 一千 好 打針 那就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九百 九百 好 不要一千好了 一千 所以大家開始手筆變大 一千一千五千 一千一千五 然後這邊 四千三 四千三 好像要趕上首富了耶 是啊 對 所以現在請寫答案 我覺得琳達不能再跟錦雯一樣 因為這樣她就打不敗錦雯 對 這題很有可能會改變那個勝負喔 所以貴的到底是哪一個呢 是原子小金剛還是無敵鐵金剛呢 好 來 請五位一起把答案亮出來吧 等一下 我可以加碼嗎 妳要加碼 可以啊 可以啊 加碼 加碼就要全說了耶 加啊 加啊 她現在是差不多三千然後她壓了一千 妳要加多少 妳其實有一點猶豫不決喔 我發覺妳的個性 對 加多少 一千五好了 再加一千五啊 來 琳達妳的答案是 無敵鐵金剛 真的喔 嗯 狄志傑 不是指路明德爾 天啊 怎麼辦琳達妳跟她一樣 妳要不要改 太多了 太多了 沒有太多了 我們還沒有看景文 說不定景文也是無敵鐵金剛 我們現在要增加遊戲的那個可看性 所以我們從 因為最後兩題不能改答案 啊 你們亮出來就亮出來了 真的喔 這麼殘忍喔 當然啊 來 請聞 來 請聞 無敵鐵金剛 好 來 Junior Junior 來 圓子小金剛 圓子小金剛 Junior 我真的很擔心 無敵鐵金剛 好 我跟她也要過去一個人先開一邊的價錢 好 妳先 妳先無敵鐵金剛 1 2 3 我們來先喔 1 2 3 2萬5 3千 怎麼可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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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可能 Junior 你是唯一答對的人 真的 我也以為是無敵鐵金剛耶 對啊 怎麼會這樣 無敵鐵金剛 無敵鐵金剛是一個在台灣所生產出來的玩具 這個圓子小金剛是特別去日本訂來的 而且我跟你們講 剛才那個我就仔細看貼價碼的那個貼紙 這邊比較長 琳大 你在貼什麼 因為它全縮啦 你跟我講的是送分題啊 你要不要給 我以為很明顯那個那麼大 那個那麼小 你怎麼會 有人比我窮啦 耶 好厚一點喔 我輸五千耶 你同學不好意思啊 都是你啦 都是我為什麼 真的 你真的是 真的 真的衰耶 都什麼啦 我們還有一題可以翻 所以先到當鋪來拿一點本錢 來 琳大 我們原子小叮噹 小叮噹 原子小叮噹 原子小叮噹還要坐飛機過來 所以比較貴 我有項鍊 它有 它有東西可以看 對 你當鋪滿娘發點慈悲吧 可是我想要你這條皮帶啊 皮帶很貴耶 好啊 兩千 然後是在脖子上畫一條項鍊 好 好 好 OK 不好意思啊 珍珠 不用那麼大顆 OK 小兒巧就好 中間是不是有柱子啊 對啊 星星醉 這樣很像那個去聞的啊 還好 你要把那個珍珠塗黑啦 這還蠻有風格的耶 還蠻好看的 我看等一下景文也玩這個 對啊 我也來 那個我也給你畫一下吧 琳達妳這樣看起來頭好小 這樣有斷頭山的感覺嗎 對啊 兩千塊對不對 好 來 兩千塊 很值得 還蠻好看的喔 謝謝 謝謝 琳達妳看見狄智傑 就會覺得自己很幸運了 來 狄智傑妳過來 我還有一個要給妳再尊嚴 對 我的尊嚴依然存在 好 我現在開1筆500 妳要多少 OK 畫1筆500 拖1筆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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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狄智傑我拜託妳明天去拜拜好不好 妳知道誰啊 好 來 我幫妳麥克風拿下來 畫1筆跟拖 妳先拖完之後我再畫 來 第一件 第一件 第一件拖下來 可是我並不想看它裸體耶 沒關係它裡面有窗戶聲音 OK 好 500塊囉 500塊 好 第二件囉 第二件 還有第二件 當然啊 妳可不可以賺錢 妳可不可以賺錢 妳最後的一個機會咧 第二件吧 而且妳今天穿那麼厚 對啊 我幫妳解熱 因為攝影棚裡頭燈那麼強 所以妳知道什麼就皮肉錢 好 1千了 1千了 好 第三件 第三件 第 1 不要 脫這樣就好了 因為妳說妳多少錢現在 3千6 3千6嘛 妳現在這邊已經有1千塊了 1千 所以如果你讓他 我們就再給妳2千6 妳就跟錦雯一樣有錢 為了2千6百元 笛字節男人的尊嚴 被踐踏得當然無存啊 所以如果你 如果你讓他拔腿毛的話 我們就再給妳2千6 妳就跟錦雯一樣有錢 這麼大的一個飲用 因為對他來講 拔腿毛很對不對 要不要 這是一個 來吧 教你如何錢滾 妳就跟手褲一樣有錢了耶 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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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嗎 你不會沒有腿毛吧 反敗為勝欸他 你怎麼先做的啊 先不要用前面那段 用後面一段 前面已經沒有黏性了 好 那種 大家都好內好 哪位這麼 哪位這麼細心 我真的有謝謝你 你們去哪裡來的人 沒有 沒人進化對你們有提到 如果要廚寶的話 用黏性比較強的 這麼大一片啊 對啊 OK OK 你不要忽然施 你千萬不要忽然施 你一定要跟著誰打鼓嗎 他好誠懇喔 真的 真的 全哥你不行 不是 也辦法拿手心 你要不要緊啊 好 壓緊一點 等一下 等一下 妳要怎麼樣 可不可以給我一個東西咬 沒有啊 就這樣啊 要來囉 1 2 3 3 好重喔 可以拍這個啦 好嚇人喔 好嚇人喔 犧牲犧牲犧牲 欸 大家都在看嗎 我忘了她 她已經瘋了 快去 她已經瘋了 我看一下她的兩天瘋了 除了如何 除了不夠乾淨 還有 還有一些空間 還有一些空間 可是可以了啦 可以了可以了 好啦來來來 363636 好 我們趕上了首富 錦雯小姐囉 恭喜 哇 比我錢真的不容易 那 可以加到多少 可以加到多少 沒有喔 好賤喔 我覺得自己好低賤喔 可以加到多少 你現在想換多少錢 財經節目就是這樣嗎 這邊有 2600 2600 就加到3000了 我們幫你補到3700 那我就首富了耶 要比我還好一點 有可能就因為這樣子 然後等一下就是變大贏家 等一下就全說啦 等一下因為大家全說你就贏了 因為從頭到尾一直在說服人家 那我腿毛真的很多 很腿毛 很拔的 然後我們幫你補到3700嗎 不要 5 4 好 好 來 請出力 來來來 來來來 艾亞姐姐好想看你的腿毛喔 哇 你怎麼差不多腿毛啊 其實有收穫啦 哈哈 好 這個面積已經很嚇人了 所以艾亞妳 就節肢一點吧 哇塞 你不會也需要咬東西嗎 我為了首富的名號 哇 壓緊一點 下面壓緊一點 光點下去就聽到那種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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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嘶 那種毛貼住肉的聲音 準備好囉 下面根部的地方 好囉好囉 等一下 我覺得不夠緊 夠了 緊一點 緊一點 很臭耶 這樣子有那一圈是光的 來囉 從下面吧 從下面吧 從這邊啊 1 1 2 3 有嗎 效果還好嗎 還不錯 還不錯 他太濃了 他的屬於捲毛幾了 他太濃了 他擋了很多 來看一下 還有很多啦 根本 夠了… 好 我們頒發給貝拔毛1千1 幫你補齊了 變成3千7百塊錢了 手破 手破 那其他的人還有一個機會 你現在是 現在最後一筆囉 好 被搜下去的話就要分勝負囉 小菁妳要把錢捐給錦雯 讓他幫妳一起下嗎 然後咧 然後贏的時候我就分你啊 真的嗎 好啊 好 那琳達妳要把錢捐 妳要把錢捐給誰 妳可以選擇啊 這裡還有三個人 他們兩個太貝了 我不要 手破耶 手破耶 可是搞不好 好 敵志捷會嫌於翻身啦 對啊 就靠這一把 真的最後可能跟前面的狀況不同 對 就靠這一把 答案妳來寫就這樣 我常常結局是出人意外的 一個臉上有兩根鬍子 怪怪的人 我會聽信 我要給擠 女生當自強 我們女生就是要相信女生的 三合一耶 女生 我看 那男生這樣加起來都少 兩千 那這樣我們兩個也要喝 那妳拿喝起來 那妳坐過去啦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一道題目 哪一支錶比較貴呢 來 伸起來吧 好遠喔 一支是瑞士古董手錶 另外一支是知名品牌機械錶 反正已經全部都下了對不對 所以金額不用問了 這邊總金額是多少 六千五 六千五 三個女生六千五 然後這邊兩個男生多少 七千三 七千三 很好 看好囉 好 陳雯謝謝妳 請妳帶另外一支錶過來給我們看一下喔 好 他那個是要上八條的錶 另外一支是知名品牌機械錶 大壓了大壓了 唉唷 這支不便宜喔 這支不便宜喔 好 這支不便宜喔 OK 反正呢 大家都已經全部金額都下了 所以如果兩邊選的答案是一樣的呢 可能會兩邊都輸掉 可能呢就是說前座那邊贏 兩邊答案如果不同的話呢 就會分出高下 機械 機械表示他沒有裝電池的嗎 我沒有辦法回答你 好 請問這一組要寫下答案了 你們快點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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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 兩邊不要給地方 不要給地方看到答案喔 Junior 不要給地方看到喔 好 他們到底會選一樣的錶 還是不一樣的錶呢 如果一樣的錶 就看哪一組比較多錢嘛 對 也有可能兩邊都輸掉 那我們今天就送不出去錢 那我們就是最大的贏家了 所以是不好意思 好 我喊一二三 兩邊要一起把答案亮出來囉 一二三 等一下 等什麼 因為他寫那麼多字啊 因為他很長 來 好 來 我看看 欸 結果兩個答案是不一樣的 天啊 請問為什麼選擇機械錶 可以告訴我嗎 這邊有錶得厲害的專家嗎 他是知名品牌 而且是機械錶 從上名牌就是了 氣息很弱耶 Junior那邊呢 這次沒有看貼紙的長度 完蛋了 我覺得 那個品牌那個價位 再高應該就到一個位置 可是Junior我先跟你講一下 我以前在瑞士念過書 好緊張 好好看喔 真的 最後一把 最近我們這樣就有一萬 他鼻子很浪淡 天啊 我喊一二三 我們把牌子撕下來囉 比賽到了最後已成的男女大對決 誰會是今天最後的名牌 假的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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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1 2 3 我沒有 我的是兩百萬 我還沒有收 妳的是多少 我的是一千 我的是一千 就收了 來千金的防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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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東西 這樣就對了 這叫水人贏不會到 好 我們歡迎表戰家進來囉 這一次價值兩百萬的 瑞士股東表到底珍貴在什麼地方呢 我們就請手錶達人 王靖榮先生 來告訴我們 大家可以說一下 為什麼這支錶是兩百萬好嗎 第一個這個是一個 知名品牌 百達匪力的 它是至於差不多一八九元美 百達匪力你剛剛沒有看到嗎 什麼是百達匪力 我只知道百事達OK 那中條裡面的最有名的牌子 再來它這個 一個彩繪法廊 彩繪的 這是手繪的 對 這是手工畫的 這是非常難得的一個技術嗎 要怎麼樣把它打開啊 這個一壓的話它就飄出來 OK 它裡面也是裸空的 第一個它這麼小不好做 在當年的科技是很難得 比大的要貴很多 要來又是法廊的 法廊啊 對 這個是彩繪法廊 謝謝你 好 男生們幫你掌聲鼓勵一下啊 哇 你讓我們今天的 你們兩個讓我們今天的節目高潮結起 真的 我們兩個其實就驗證一句話 就是有付出才有收益 對 你付出了什麼 尊嚴 我們用肉體跟尊嚴 尊嚴只有腿都還在這裡喔 但是我們有褲子啊對不對 有可愛的也有腿毛啊 如果折算成被拔的毛的話 每一根大概只折合台幣十塊錢左右 對 差不多 好 可是恭喜你了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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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謝謝女生們 加油囉 希望你們的一件當中 謝謝 Linda 你那條項月很配你的衣服 對啊